行政院东福中心、客委会和花莲爱客文化发展协会 共同举办的百年回南巡客位客家本东创生饗宴活动 寄望从产地到餐桌 寻着农夫脚步认识花莲在地的风土 体验花莲客家的饮食文化 而副总统赖清德也特别立临会场 和上千位的乡亲一起来体验 包客家本东的活动 为了推广在地客庄的农特产品 还有客庄产业 花莲爱客文化发展协会 举办了百年回南巡客位客家饭兜创生饗宴 邀请大家来做客家饭兜体验客家文化 那我们这次的主题主要是以客家米食来作为主题 那让所有的市民朋友来体验 以前我们客家人在包这个便当 那我们客家话就叫翻到的 那这个包便当的这个活动 让所有的市民来体验 这一次特别结合了很多我们客家的青农 那到我们现场来透过市集的活动 那传达我们客家的这个美食 那有很多这个小作的物品 还有我们青农自己种的这一些农物 那分享给我们市民的好朋友 那这次我们总共线上报名的人数多达600名 所以我们今天会长非常多人要一同来跟我们体验包饭兜的这个活动 活动周边特别安排了客家美食市集 让民众一边逛摊位一边品尝着客家风味 而副总统赖清德还有客委会主委杨长正也特别立临 强调中央与地方共同攜手来持续推广客家文化 不管是现在的杨主委 或是之前的李永德主委 对客家的这个工作都不予利 我记得我在行政院长任内 那么也跟李永德主委共同合作 把我们客家化当作是国家语言 那列为保护了 那李主委呢 也嫌总统蔡英文之命 那么他去推动浪漫台三线 当时是跟杨主委共同合作 就是要让客家的经济活动 能够振兴起来 一方面保存地方文化 也一方面让年轻人可以回到互相 在场听不懂客家化的朋友 你今天就当作伪出国好不好 最近很流行 今天的机会就是让大家 用你的舌尖认识客家 要操保 舌尖上的客家 舌尖上的花莲客家 这场活动吸引了600多位民众报名 由家任班老师准备了6道客家传统菜肴 要传达经典的客家味 我们客家饭灯 就是它里面的食材 大部分都是用客家人喜欢的 譬如说豆腐乳 酸菜 还有那个 我们还有餐一些在地的农特产品 譬如说像吉安的农须菜 我们都给大家加进去这样子 那客家菜的一个特色就是 它味道比较咸 会比较有 比较下半这样子 在专业老师带领之下 副总统赖清德和客委会的主委 杨长正穿上了客家花布围裙 亲自动手做便当 还特别用客家花布把便当包起来 体验早期的客家生活文化 而现场数百位乡亲一起动手包饭兜 体验客家人好客精神 这里会幻视报导 这一点很惨双 好 可以 具体气 事生 有